回来我们看第八场的赛事 今次就是三班千二米 这一场贵内赢过马的都有佳应精英 善传万里赢过三班赛事 另外圣燕和英明勇将就贵内赢过四班赛事 干箭上名马都有两匹 7号的寿神和9号的会长之声 要说三班头马 佳应精英这么贵几分 看下今场就预计会长之声放头 何敏恋还是盘顿的 佳应精英会比他比较快呢 基哥 我看会长之声当然摆头了 佳应精英就未必跟他抢 现在我觉得他在三四位跑都可以 不过你如果不抢得快 他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 还有美丽约动这些都是放在前面 寿神尚之是金厚上来 今次排这个位置当然是霸佳的位置 也正常的 那些放在后面的马大家都看到的 都差不多了那些东西 善传万里也可能比预期更加厚一些 我觉得都是那几只马 放在前面的会长之声 美丽约动 佳应精英和兽臣 善传万里就可能咬回一些中间一些的位置 就未必跟着 好像这幅图那么前的 那这场赛事也是一些短途赛事 那预计呢 刚才我们说了步速走位图 佳应精英即是金柜就很好成绩 今次转道用到潘顿 基哥你都选了他 因为这一马金柜的健康情况 好像稳定了一些 你知道这只马因为有铲铭的关系 每个人都担心他 但是他一再呈现这只马很稳定 你看看这场 沙田千二 被竞技勇士拿了个位置 跟着就像个稳字那样 就塞住了他也不太看得到胸 外面的刀柏铭围住了他 所以他也是跟回来坐着玻璃 第四又回来 那这只马其实他骑下去 他就不是太多的 不过你知道这场马算是较高水准的了 好了 伏伏看到这只马 还是马身就脏糊糊 毛水也很油润的 也很聚手 好了 到潘顿了 最后才跑 轻轻扣着这只马的颈 你看到他很有力 这只颈子是谷起的 那你说到时有什么状态的情况 我们不知道的 不过既然一直都是这么稳定的 难道就是这一局状态 那就没得说了 不过这只马过来跑马地跑 他真的遇到对手的级数不同 潘顿也不是立戀 其实用天鹏的马 马房也应该争取一些成绩 那么多马现在的成绩那么落后 是否这么说 都唯有借助大师傅 我看这只马应该从前面回来 抓他做胆 刚刚骑练赢马的1月1日 都有疲惧之声 再选下去 结果选了11号 范哥怡 这只马上升一段 就不像那只铁木仪 铁木仪也是要这样跑 不过铁木仪和他就不一样了 铁木仪只是跑1000 但是这只范哥怡 就要跑1,200 我觉得 他缩在后面 看他怎么追 这都比较慢一点 一踏起之后 这几步是大大步 揽上来 他是名次增长最高的 很多在手的 是啊 很多在手的 这只马 不要看好它 那 你知道 排位对这些马很重要 要找遮挡的 埋门在草地上 不断移的 剪个毛 看不到什么色彩 不过这只马 排到好位 缩缩了 又是折那段 就是 適合这个骑士的骑法 可以说 是啊 他这次的范哥怡 有些钱分的 我觉得这只马 很值得当它是冷脚 来拖的 这次排了一个二档 就是今季 季内最好档位的一次 希望把握到机会 再描下去 就是7号的兽神 这只兽神 大家都担心它 被大摩抓得干了 过去庙里 有什么办法 被他扔一下 扔一下 一只马 撞回了 圆团不动了 上一次 被他吓得害怕 好像一跑回这个路程 马上跑得很好 但是往底不是速度那么后跑 原先想着会不会下班 原来埋在榜底 就是这里 在康庄大道中间打开 冲上来的势 相当劲 追那只超威星 里面是疾风 勁草 这次还有一个一档之利 好了 埋门看看这只马 它一静回 早上就很上眼 在大摩道那时也是这样 你看看 靓翻 撞到固定一固定 早上 很重要 早上很吸引 特别的马身 就是脏糊糊的 簡直是很壮的 所以这次 台位不同 你知道 虽然说上次是大冷门 今次就是个个都在盯着 但是你知道 廟的马 省招牌 对它来说 比赔率更重要 是不是 所以 是不能先删招牌 今次这只马 我看又是 一跑完这个程 排到这么漂亮的位置 一定不用留这么厚 应该 可以赢成这些马 不过它肯定会疑满 所以我们就打它做脚 还有10号的姓妍 赢了 赢了4班 上来3班又怎样呢 其实这只马 3班 说真的 都没什么好处 不过呢 这马就当势 现在 但是呢 跑其他路程 你跑千四吗 千六吗 那不是不行 不过就是混水 但是 过来跑马地跑 跑千二呢 当然是谷战的对手 比较弱 但是怕他太慢 这次呢 他做个眼罩 他意识呢 就很好 看起来 看起来 四班田草 四班田草 他只缩了一段 你看看他 流放得很棒 拿的位置也很刁钻 要赞周俊乐 当机立断 这场马 说一下彩 被人塞死 当然被人骂 但是拿到一个好位置 刚刚切了一段 如果对的对手呢 说一下 都 都说运气的 拿位 是赢了一个拿位的 看起来他试了 谷战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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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的马 可以主动一点 起码都 不过主动都不可以放在前面的 都是要留着来冲的 这些 没办法的 这些马就是要这样的 这次呢 排个位置呢 都叫做都挺正的 多个六档啊 中间 还会再下草地 又大杂又下草地 这些功夫很紧张 那这次呢 都可以的了 就找大师傅 缩缩 缩一缩 缩上来跑到多少了 意识就没问题了 都是希望这场马到 拿成绩的马来的 所以呢 我们拖完这只 都冷冷的脚 好 那我这一场呢 都有马想问一下基哥的 就是问一下会长之声 9号那只 那今季其实呢 他三班都上了两次名 那今次的档位都不错 撿了个三档 那你觉得他机会又怎样呢 我觉得这只马呢 就是他 不是很多进步的空间 是这样的 不过正在呢 他说够快 这场马呢 真是说快马呢 就不是太多 如果是被他 他摆在前面呢 那麽主动的马呢 或者会有机会接近的 就是属于 边线一点的马 因为他 他没有怎样进步 那马已经 怕他的直路呢 不够冲 你知道一个A欄呢 不够冲 就吃虧了一点 是这样的看法 收到 那阿力士呢 那会长之声进步 阿基哥就觉得一样 那但是 擅传万里 会不会拨他有些进步呢 因为看回明晚呢 杨明伦之前 有一只又在其成 还有这只擅传万里 其实两件衫衣都很支持他 会不会就是 加出好戏给大家看一下 擅传万里 都是那堆人的 这些后面 是吧 你大家都知道的 擅传万里今季呢 赢了一场呢 就是都 很多样东西合起来的又要 就要潘顿在前面抢放 就是做到一个很适合 自传万里跑的步速 那就刚刚被他赢了 所以这只马呢 我觉得来到这个评分呢 都是差不多 吃了一场之后呢 我看这只马呢 还要 就是今场呢 如果流放得好 拿位好呢 有近的机会 但是赢呢 我看也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好 那我们看看 今场的提示有些什么了 选择了2号的家应精英 11号的范哥怡 7号收神 10号的姓妍 用2号家应精英做胆 拖11号 7号 10号 连赢位置Q 一共6主 又到了哪个赢得多的环节 今次呢 我们选择雷神 和巴道 那是对女的 因为巴道 这次都 头场雷神那只首饰拳 你都知道 一只难赢的马 但是今次呢 哇 排过一档 上次都跑得这么漂亮 一落了班 今次一档 怎么办 要计都 应该有分 趋而呢 这个马 有点令我失望 失望在呢 他演出不稳定 都不知道他哪时好 一时跑得这么好 一时就 没有理想中的进步 所以这场马 只选择雷神 首饰转旗 那第二场 有合约精神 和上中飞扬的 合约精神一出 就已经是热门了 但是那次呢 就多血 炎到不算了 上次雷神骑呢 好像试试他 究竟先怎样 试试试 回来都近 试回来都近 试回来的大拾 又正 上中飞扬 越来越健康 今次排个好位 我看 两大师傅 分分钟一Q 回来 两只都选 那第三场 有三号 永益线 和一号的开怀大少 我们选了开怀大少 这只马 应该有座位 忘形机会的 只要不要缩那么厚 就可以了 这只马 温速一点 但是这些永益线 本来就很稳定 不过今次排个坏位 我看这只马 都要考虑雷神的功夫 会不会落山变咒 这件事不知道 所以 现在来说 就不敢选他了 第四场 有精神威 和协白神区 精神威 那只马 更好 上次 可以跑得这么近 今次出雷神 快活谷千八 他也是好路程 所以 这只马进来三甲 的机会很高 至于那只协白神区 我觉得这只马 今季的演出有多少 走向下坡 那只马 差不多了 第五场 冥记之心 和零距离 两只马 其实 都要等它再进步 才行 不过 这场马 很难选 因为 水斗水 那些马 各有缺点 这两只马 都是热门 我觉得 不如两只都不要 第六场 就有 虎高八斗 和精灵用士 刚才两只都有选 对 所以 不选得这么多 所以 这些就不同了 排面 精灵用士排过这么漂亮位 赢面 是很高的 富高八斗 雷神 这么合拍 有对路程 有fit 两只都要 第七场 有帝豪大师 和机缘巧合 大师虎的马 总是有些分量 但是机缘巧合 那只马 赢了赢了 那些分数 已经开始 怕它没有什么好处 这只马 会不会回一回 所以我不敢要它 帝豪大师 很fit的状态 但是这只马 最近演出 都有一些失望 不是我预期这么高质素 排到不好位 真的又要考骑士功夫 又是两只都这么热的马 不如两只都不选 然后第八场 雷神就骑少一只 那巴道有圣妍 圣妍 圣妍我们选 虽然这只马 未必容易赢 但是应该有变线的 这只马 有位置机会 所以我就选一只圣妍 圣妍的 第九场 有杰彩奔薰和福多宝 杰彩奔薰呢 这只马 比较漂亮 雷神骑这只马 跑一跑马 比较1800度 中断变袖 所以不要因为排档差 而看着它 这只马 都到位的 要选择 有人追那只羽龙共舞 是啊 截彩奔薰 上次又塞了车 是啊 福多宝 就好像跑了这么多 这一轮回了回 重化炭 炭得太 是不是看重呢 上了比较多了 重了30磅 是啊 所以我 尾场都是选择智彩奔薰 好 总括来说 虽然巴道 就骑多雷神一场 但是我们最后 都是5比4 都是雷神多些 莫雷拉 已经连装了四期的 骑士王 看看他可不可以 继续这个旺世了 今次我想问一下 骑哥你的金句又是什么呢 今次我的金句 跟大家研究一下 我认为是 狮子薄套 逆尽全力 借助高手 是赛马的公式 那什么叫狮子薄套呢 这个道理就是 其实狮子这么强大 他去捉一只兔子 他都全神贯注 倾尽全力一斤 那 稍一疏神 兔子都走下去了 都捉不回 那 跑马呢 这个道理很重要的 有些骑士呢 他以为我赢了你的 我赢了一点 我赢了一点 专门 我又不打边 我赢了一个马头 就加分加少了 结果都输了 有些骑士呢 我的马这么高 要不要操到十足 八成马就够赢你了 结果又这样也输了 时时也是 所以呢 最稳定的 其实是赛马公式来的 各方面的条件 都要做足 又要操足 又要对路程 又要足够 又要用高手 这样你就一即即中了 所以呢 这个其实赛马 是一个道理来的 又要学到东西了 今天赛马阵上的各位骑士们 念马师们 一定要倾尽全力 那大家订马呢 都要用多点努力 订马之外 大家要留意 明晚是跑九场赛事 头场是六点四十五分 早一开场 那大家又是早点开电视了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那多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